哈喽大家好,我是李飞白 JPL春季赛总决赛将在本周六开打 南京Hero和广州PTG将对银龙杯发起冲击 春季赛结束之后紧接着就是诗冠 诗冠是每年规格最高的比赛 也是奖金最多的赛事 不过对于BYG九成来说 他可能希望诗冠赶紧过去 因为诗冠结束之后他就会成为自由人 准备换一支队伍重新征战 本赛季九成没有上场打比赛 很多时候会在直播间解说比赛 在TTG和AG的比赛中 九成也和韬国的湘军进行了连麦解说 九成对于比赛的理解还是挺到位的 并且两人也聊了不少东西 湘军问九成什么时候能上场打比赛 九成表示还有两个月就要成为自由人了 也就是诗冠结束之后 九成现在说自己是四冠王 前三个冠军大家都清楚 都是九成在南京Hero拿的 第四个冠军是在DYG 以替补身份拿的 九成这么说其实也是一种自嘲的说法 他上个赛季总决赛的时候 甚至都没去现场给DYG加油 和俱乐部的关系也已经破裂了 九成在春季赛转会期的时候提出了转会 差点就加盟了北京微博 但因为种种原因还是没能成功 这次九成以自由人的身份转会 成功的概率要大得多 现在的九成到底是什么水平不好说 毕竟挺长时间没打战略训练 但九成作为自由人 俱乐部不需要支付高额的转会费 只需要给九成工资就可以了 即便是九成的实力下滑 但他的人气还在 应该还是有不少俱乐部想要他的 从九成的直播当中 能感觉到他的游戏理解还是可以的 基本上看阵容就能分析出两边的发力期和翻盘点 但这个版本中路的地位依旧不是太高 不太可能有队伍打中和 目前比较出色的中单就是轻荣和九尾 九尾相比于之前来说让了不少经济 已经在逐渐改变打法了 而轻荣一直以来都是不怎么吃钱的 九成如果还维持以前的打法的话 肯定是行不通的 如果能适应版本 他还是有希望上场的 九成的操作一直都不差 秒换三桩对于他来说是家常便饭 九成现在能做的就是努力保持自己的技术 争取在转会期找到下家努力打上手法 至于其他的东西 没必要考虑太多 小伙伴们希望九成能够转会吗 我是李飞白 记得点击订阅按钮 可以收到我的最新视频